早上早上好 今天是4月27号 大家跟我过一天 现在大概是8点40吧 其实8点闹钟就响了 玩了半个小时手机起床了 就不给大家看我了 没刷牙没洗脸 现在去看看吃什么 morning bye 好香啊 morning hey morning老公 吃早午饭 我们的节目是由 哈克堂喝简醇 为爱做简法 我们来看毛大厨上班 前面是沙窗 晃晃悠悠悠 晃晃悠悠悠悠 晃悠悠悠 老公走了之后 去洗了把脸 然后进行向师傅 上个妆 今天有视频要拍 这支视频 我刚买到斯芙兰打折的时候 这支视频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上 但是 我是在斯芙兰八折的时候 买的 Huda Beauty的 的这个粉底 先说一下我的肤质 我的肤质是 夏天春夏是大油皮 然后秋冬可能是混油 我是痘痘肌 然后可以看出来 肤色不均 有暗沉 还有斑 然后有痘印 这个颜色呢 是 22N 是我去年 去年年底的时候 去斯芙兰试色 我就记下来了 然后 就在手机上的斯芙兰App 上收藏的 但是 我现在不知道 这肤色有没有改善 我不知道这个颜色可不可以 我们可以试一下 看它有流动性 我们把它放到脸上 然后我的脸上护肤完了 然后擦过了防晒 没有上primer 是不是突然安静了 因为我的这个屋子做了一下调整 我要被龟龟搬出去了 所以说它就 比较安静 我感觉我应该是挤多了 还有这么多 而且感觉 可能会偏白 我觉得 可以了吧 不想伤太多 今天呢 不仅要做粉底的这个粉底的实测 今天还有另一个主要目的是 跟我过一天 我都拿面蛋了 它有一股淡淡的香味 我可能是买白了 觉得颜色差不多 稍微白一点 我不知道它会不会氧化 王大厨已经上班了 他在家我不能拍视频 所以说他上班了 我就可以在家拍我想拍的视频 稍微有一点白是吗 嗯 我觉得 镜子里看还是可以的 但是我觉得我上多了 之后呢 我也不会 上定妆粉 然后我们戴妆八个小时 看一下它的效果 虽然我今天一天是在家 但是我这一天有很多事情要做 正好也给大家看一看我疫情在家 都有什么事情要做 而且我的一天是充不充实的 距离上次粉底实测没多久 但是我的嘴好 记得上次的那个粉饼 makeup forever的粉饼的实测 我的嘴都起泡 最近也就是起点痘 但是矿还是可以的 我觉得好了 给你们稍微近距离的看一下 它的这个刚上上去的感觉就是 妆感特别重 也可能是我涂的有点多了 然后呢 它是雾面的 雅光的 稍微有一点点光泽 我觉得这个光泽 可以看到 我觉得这个光泽 应该是我脸上本身有的 所以说我还是觉得 它应该是那种雾面的效果 然后它的遮盖能力 可以给打80分吧 85 80分 因为我是痘痘肌 我刚才上底妆之前 大家可以看到有痘痘什么的 但是我现在看 嗯 遮的还是可以的 粉底 毕竟是粉底 比上次的那个 Make Up For Ever的那个粉饼好多了 再给大家仔细看一下 这个遮毛孔呢 我的这个毛孔还是挺大的 但是它比 Make Up For Ever的好多了 而且它的妆感还是挺好的 现在时间是10点50 我们就算是11点 然后我会带妆8小时 也领着你们跟我看看 我的一天是怎么过的 然后我现在上个全妆 一会儿回来 换了个全妆 现在是鸡店 现在是11点28 过去了大概才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 我就不给大家看底妆了 嗯 太阳护眼护现 因为我现在已经要set up好 要拍视频了 背景音乐是我在看 看一下这个眼影 哦 太阳来了 应该架到这儿这个相机 今天的这个口红唇釉 是许多家的 太美了 眼影是画的粉紫色 一个老阿姨画了个粉紫色 嗯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吓死我自己了 先这样吧 一会儿给大家看粉底的时候 可能会看眼妆 会看得更清楚一点 先这样 现在是12点16 刚拍了个视频 我以后拍视频可能就会在这个 这个有点暗 就会在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光线可能会好一点 刚才拍了一个Sephora的开箱视频 哇 乱成一堆 我们看看底妆 现在已经过了一个小时 口干舌燥 好 太阳光 自然光 我们来看一下我的底妆 我在镜头里总是看不好底妆 嗯 你们先看一下吧 一会儿我拿镜子仔细看一下 好 我拿镜子看一下 然后再跟大家说啊 刚才拿镜子仔细看了一下 我现在脸上没有出汗 所以说没有任何的油光 眼下干纹 而且眼睛这一块就是眼下这儿 觉得特别干的黄 就是干的感觉 而且我看了就是鼻子和下巴这儿 稍稍有一点点浮粉 但是不是特别明显 现在是12点20 大概过了一个半小时 成效是这样的 在这边可以吃一点 就是状态 但别rup了 所以今天转了一些 就是要注意的是 什么是什么 没关系 在这边 我ھ是眼里 我看不懂 不够的 我看不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随便挑着画的 对吧 睡醒啦 看书时间 现在比较吵 是吧 两个龟缸还有鱼缸全放到这儿了 来 不要争虫啊 一个个来 先摸摸 鹿猫时间 白 好 白 多摸 不要慌张 不要慌张 多摸啊 大白管 好 知道了 清清呢 咦 下去 no 这个4000次咖啡 我就想知道 这上面的这个 怎么能喝到 而且还特别苦 这干脚它也不下去 好吧 最近在看这本书 麦田里的守望者 Alexa cite about timer for 2 hours 2 hours starting now 好了 妈要看书了 现在是 三点五十 三点五十三 上妆有四个小时 我刚才在镜子里 仔细看了一下 基本上和上次更新 一个小时的时候 基本上一样 这两侧有一点浮粉 然后鼻子有一点浮粉 然后眼下我还是觉得有点干 我这三个小时基本上没做什么 就是看书 阅读了 看了会儿 闲书 两个小时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两边是浮粉 然后这儿稍微有点油光 就是这儿 可以看到这儿就是有点亮 这是油光 先更新到这里 我要锻炼 锻炼完看一下这个效果 会是怎么样 像这个上海菜饭里面 我就不会另外加盐了 因为我觉得 咸肉和广式香肠的咸度 都挺高的了 之后就是再加入一些些的水 要比平时煮饭的水量多那么一点点 锻炼完毕 锻炼完毕 我用的就是这个 它放那儿 然后跟踏步机 跟走步机一样 但是它就是必须得穿上鞋 我穿的就是这个鞋 底下是硬的 但是因为我觉得这个隔的话 哈喽哈 一会儿妈就出去了啊 锻炼了50分钟 看看我的妆 我先擦一下汗 有冒汗 这个是出油 这个都是出油 这个两颊这儿 这儿都是出油 但是我发现它出完油之后 这个浮粉不是特别明显了 而且鼻头的浮粉也不是特别明显了 是不是汗液把粉底给融合了 但是我发现了一点 你们有没有觉得我的脸变得越来越黑了 其实我挺白的 但是这个特别显黑 因为它暗沉这么严重 而且这个地方特别黑 这个不是我打的阴影 我打阴影一般打在上面 而这个地方特别黑 好吧 但是感觉妆效比那个四个小时 刚刚更新的那个好多了 我还是喜欢油一点的自己 就是这地方亮一点的 眼下依旧有肝纹 这个粉底变黑了 这个粉底太吓人了 这个粉底我看了 也就适合这个夏天吧 这个夏天就赶紧给它用完 因为毕竟夏天嘛 咱们可以晒的黑一点 变的黑一点 因为有些老美 就夏天用的色号粉底 和冬天用的色号粉底 都不一样 夏天它们喜欢黑一点嘛 也许我就赶紧给它用完 因为这种黑简直了 好吧 然后我们三个小时之后再更新一下 接下来我要给自己弄点吃的 看外面还有两个 哦 黑啊 耶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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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妈 嗨 嗨 嗨 自己和自己说话有点不太习惯 一天两个橙子 普通微吃哟 今天还有半个火龙果 我一般都不切 直接就这么拿手吃 明天早晨 咱们 我要烤鸡翅 先把鸡翅的料准备好 腌好 我要准备蒜泥 其实 应该买个那个几蒜的 先拿个小碗 准备好 家没有料酒 拿啤酒 把它这啤酒用 对 没看错 我要学着 酱油 酱油我用的是这个减盐酱油 然后酱油 是不是特别的咸 普通的酱油也可以 挖入一勺豆瓣酱 不要放很多豆瓣酱 因为豆瓣酱 豆瓣酱不知道有没有 哈哈 有辣豆瓣酱 好酱油 然后就是再加入一些蝗油 我觉得这个 蝗油 料比较像暗黑料理 但是做出来真的还挺好吃的 这个烤鸡汁 然后放入这个老干妈 这个勺 老干妈 有点香 所以我就放两勺 它那个方子里面还有辣椒油 但是我们家就不能太吃吧 所以我就不放辣椒油了 接着呢就是倒入一些这个麻油 一点点的这个花椒油 花椒油我买了已经好久 花椒油 哦 哦就是芥末油 我没有花椒油 有没有用过 好 然后呢加入这个辣椒面 辣椒面我用的是这个六婆的辣椒面 我觉得还不错 六婆 其实我觉得辣椒面不是很辣 但它就是很香 放入一些这个自然粉 如果你是喜欢什么料比较重一点的话 你就可以增加这个调料 然后加入这个蒜泥 嗯 六婆家这个确实香耶 蒜泥切好了 让它放到里面 反正不管我做什么 大厨从来也不会表扬我 我做全凭我自己喜好 我觉得应该把鸡翅切一下 然后会更入味 鸡翅我已经洗过了 然后我给它切两包 花两包 王大厨把这个刀磨得特别快 这个是鸡翅和鸡腿的混搭 是Costco买的那个袋装的party wings 它这个鸡腿好奇怪哦 我自己对自己讲话 它这鸡腿我还不太会改好 凑合吧 鸡翅我知道还可以拉 鸡腿怎么弄呢 鸡腿下不乱起了 鸡腿改一点 这切一下应该是熟的快 而且特别入味快了 anyway反正是我今天放一晚上 我明天早上起来烤 先把料备好 这个材料里面我研究不放了 因为我们既有酱油啊 又有那个豆瓣酱 还有蚝油 我也弄了挺多酱 然后把所有的料 估计这个会特别咸吧 要闻着就超级香了 这个料汁 然后之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酱汁 倒入鸡翅盆中 现在看着就有点流口水的感觉 然后又慢饼了 其实用手更加的好 我就用手 如果是早上腌下午烤嘛 如果你早上没有时间 也可以下午腌 但是烤鸡翅最好 还是提前两个小时腌制 你要放一碗 这个酱就是处处有余了 就是把每个鸡翅都可以包裹住 我待会就放入冰箱 然后每隔两个小时 我会把它翻动一次 现在裹上这个 好 然后睡觉前 我再给它翻一次 我的晚饭 旁边的大蒜 是我打算一会儿要包一点的 不是吃 是要提前包好 吃完饭 吃完大蒜也包好 VC也补充完毕 现在要进屋去剪视频了 一会儿给你们更新底妆 天都黑了 我在剪视频 现在是8点11 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底妆 转 刚才看了 这个前面这个是黄灯 家里的灯 过来 镜子过来 刚才看了 现在是8点12 我已经带妆快有9个小时了吧 快有9个小时了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都是油光 这个都是出的油 我刚才拿镜子仔细看了 这个范围 已经浮粉 已经浮粉很严重了 等会儿给大家仔细看 然后这个塞着 这两边 这个地方有稍微的浮粉 腮红的部位还是很好的 眼下依旧有肝纹 然后这个脑门上 这个地方都是出油 然后这个眉毛上面 也有浮粉 这就是9个小时 带妆的最后的结果 可以给大家仔细看一下 我前面是 黄色的 不知道能不能看着 可能看不太清楚 看到的都是满脸油光 给大家简单总结一下 这款粉底 这款是Huda Beauty 我的色号是220N 它刚上脸 就给人一种 厚重的感觉 稍微有一点浮粉 但是一到三个小时之后呢 浮粉又不是特别明显 还有它的遮瑕能力 我可以给打85分 80分到85分 它的遮瑕能力还是很好的 我脸上没有上primer 也没有上遮瑕 它的遮盖毛孔能力 还是不错的 遮盖毛孔能力 我可以给打80分 然后呢 过了6个小时 6个小时之前呢 我没有出汗 什么也没有 它的底妆没有变过 6个小时之后 我运动了 运动之后 出过汗之后呢 它和脸上的油 混合了之后呢 就觉得底妆变好看了 稍微有了光泽 而且特别浮粉的地方 也没有觉得特别浮粉了 然后现在呢 刚刚也总结了 我现在已经戴妆9个小时了 基本上浮粉已经 特别严重了 尤其是嘴边 嘴边这个是吃饭掉的 嘴边和眉毛 这个上面这两个 就是浮粉特别严重 只有腮红的部分 还比较好看 鼻子上也是出的油 它就是给人一种油感 这就是这个粉底 在大油皮脸上的一个状态 也感谢大家陪我过了一天 我自己在家 一般就是这种情况 吃饭 然后剪视频 然后护肤 化妆 拍视频 锻炼 然后做饭 反反复复也就这些东西 大家有没有觉得很无聊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然后谢谢你们的观看 喜欢点赞加订阅 拜拜 拜拜 Muah 好